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那个时候他有本花花公子 那他肯定也是要交上去的 至今花花公子还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 其实从国际标准来看 花花公子算是一本软性的色情杂志 鉴于很多人没看过 我也是出国的时候偷偷的搂过几眼 所以先给大家讲一讲花花公子 1953年的时候美国青年修赫芙娜自主创业 还是很有情怀的 在花花公子的法刊词里边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 在自家公寓里边调上一杯鸡尾酒 准备两份开胃小吃 唱机里放上一段背景音乐 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 毕加索 尼采 爵士乐 还有杏 杏 注意啊 不管小伙子还是老帅哥都喜欢 而赫芙娜的对杏呢 他是有一定的品味的 你看都是和毕加索 尼采他们并列的吗 他说 我只是将那些邻家女孩看作人类性欲本能中积极的肯定生命的态度 同时提倡妇女自我解放 而不是受人摆布 我仅仅想传递这样一种信息 好女孩也喜欢性 这个赫芙娜的关注的很全面 不止男人 不止坏女孩 好女孩也喜欢性 本质上呢 赫芙娜就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小繁固子弟 他说呢 我们在这里绝不讨论什么国家大事 也不想解决什么世界问题 更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愿意做的 那就是能让全美国的男人 在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拥有那么一点额外的欢笑和娱乐 想必呢 赫芙娜呢 对美国军舰比如说到处跑啊 闯南海啊等等 他不会感兴趣的 赫芙娜的这意境呢 还是欣赏的 尊重的 用现代话说呢 应该还是比较正能量的 但美国政府不那么看 里根总统呢 曾经下令美国司法部部长 拿出七万五千美金来调查他 但赫芙娜写了一篇文章 就把对方打败了 叫姓麦卡锡主义 直接挑战里根和司法部 并且向他们宣战 恨不得骂他们是法西斯 最后呢 他还赢了官司 他是在试探美国官方的道德底线 实际上呢 在各种版本的花花公子杂志上 除了有漂亮的人体 并没有赤裸裸的 姓的过分的东西 作家王硕呢 就说 说他曾经啊 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 就是心跳里边 摘了一个片段 想蹬在花花公子上 但是搞得后来被退回来 理由是什么呢 是太黄色了 所以他们可能 估计里边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乱伦啊 等等的关系 这时候王硕才知道 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大致 其实反映的是 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 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 有病态的东西 王硕说 相比之下 我倒显得有些粗鄙了 确实呢 花花公子有相当多的严肃之作 比如创刊之初 虽然当月的玩伴是谁 是著名的马利联盟录 但这位女神 并没有占据花花公子 中间的插页这个位置留给了 侦探男神福尔摩斯 科普大呢 还用高薪来聘请一线的名家 给他写稿子 给他撰稿 比如海明威啊 列农啊 都是他的携手之一啊 还采访过一系列的名人 像马丁路德金 吉米卡特 是这副乔布斯啊 凑巧的事也是一个悲剧啊 英国摇滚乐的 劈头式成员列农 我刚才说了 是他的作家啊 给他给他撰过稿 接受了花花公子的访谈 那期杂志 在列农遇刺的当天晚上上 而且呢 列农呢 在访谈里边问 和平主义者 一定要死于非命吗 哎 真是抑郁成衬啊 在1970年代 花花公子杂志呢 达到了顶峰 定户超过500万 这个数字可是吓人 那相当于咱们80年代 什么大陆电影 什么的就这样 据说呢 花花公子有几次 差点进入中国 像08年奥运会期间 德新社抢先发布了一条消息 说花花公子 要进奥运村 如果不是他抢着发了这条消息 说不定 这花花公子 可能真的就悄悄的进入了奥运村了 从2007年开始呢 花花公子集团开始亏损了 杂志发行量呢 只有80万 于是呢 他就将目光转向亚洲 他和一家中国企业签订了 价值5000万美元的五年合约 计划在中国开设 2000家品牌专卖店 所以他不光是杂志啊 还卖一些品牌 像皮带啊 我就勒过花花公子的皮带 还有鞋 一家以色情著名的品牌 在中国能走多远呢 而且不仅在中国 但美国色情内容也受限制 比如说像苹果商店 那就不允许 包括裸照的应用软件上架 还有脸书啊 等等这些网站也不允许 而且呢 这年月裸女 其实已经不是花花公子的独门绝技了 不是她核心竞争力了 因为在网上随便你一搜裸女成群 你想看啥都能看到啊 但是就好不看啊 尤其是卫生年的啊 花公子呢 突然就明白了 裸女照片可能是一种拖累了啊 于是去年开始 花公子网站就已经删除了 所有的全裸的内容 结果还挺喜人 花公子网站访问量增加了三倍 读者年龄从平均47岁 降到了30岁 这是不是说明47岁的人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 更喜欢这个全裸的 然后年轻的 人家有新技术了 不喜欢这个照片了 起码 可以说呢 花花公子呢 是一个典型的 从底层到高大上的 这个逆袭的故事 许多成功者 都有过从黑历史走出来的经历 看两个黑历史啊 11月3号的时候 就是上个月啊 大概一个月前 北京气温呢 当时就特为冷 逼近零度 在界外搜捕 有一群姑娘穿着比基尼 走在寒风中 很多人在网上啊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也都看到这些图了 他们的屁股上 还有腰上 打着一款软件的二维码 然后呢 大家就围观拍照 还可以扫 在这之前的这个 7月份在北京国贸 那时候天还暖和呢 也有十几个 几十个啊 露两点的 老外的男的 走上街头 引起围观 这个呢 是一甜品店 街头推广活动 后来管他们叫 这个斯巴达勇士 前面那叫斯巴达美女 当然斯巴达勇士 当即就被有英勇的 朝阳警察给制服了 这种裸油营销啊 是互联网时代 惯常的手段 不怕低俗 不怕出位 不怕无底线 就憋着找骂 然后就满世界的扬名了 你看今天 我又给他推广一遍 有律师呢 还找出了法条 新广告法 第三条规定 广告应当真实合法 以健康的表现形式 表达广告内容 符合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和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新广告法法的 第十条呢 还规定广告 不能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律师就说呢 这种裸油的营销行为 轻则可以处20万以上 100万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那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我倒是这么想 这种裸油营销 和花公子的初级阶段 其实有点像 如果这种营销多了 不新鲜了 你就是在寒风里 像这个雾霾天 你冻死了 也没什么网上传 大家看不见你 下大雪也看不见你 这些裸油营销 自己也就撤了 没啥意思了 就像现在花公子 裸女不行了 咱就穿上衣服吧 当然呢 这个过程 从全裸到穿上衣服 肯定是很长时间的 这中间呢 要是堵了交通 坏了祖国花朵的身心健康 那恐怕就严重了 我的罪怪有个大的 所以这不是提议啊 只是一想 我想我说了也不算 好 最后是广告 鲁泰纺织 纺出梦想 织旧人生 一直比蓝罐宝殿 保护嗓子和一直比 愉悦一聊 愉悦让科技 律动生命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各位记得下载 蜻蜓FM的APP 搜索里面的 红奇点 我们的微博是 红奇点 微信公众号张红 欢迎大家关注 同时也欢迎关注 蜻蜓的微信公众号 蜻蜓news 红奇点 明天 接着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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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